股市1.0 我是徐玲 加入1.0 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6月16号礼拜四 今天的大盘为什么万六关卡形成得而复失 而且指数冲高回落涨不动呢 那FED如预期的升了三码 那难道利空出境又再跌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今天的大盘走势呢 那演了上半场的好戏 但是下半场形成了一个冲高回落 所以在今天大涨的同时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做对动作 看顿趋势 那为什么今天大盘会跌呢 来 原因是在于航运股 那航运股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败向 而航运股开始做头了吗 首先如果你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其实在开盘之前 你对于今天的行情 都能够心理由地操作很安心 为什么 因为1.0说过 我是全市场最用心的老师 我是全市场呢 拥有独家盘前抢先报的老师 所以你如果是李宁家族在开盘之前 对于今天的行情 你能够事先掌握心理由地 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的行情 从FED升息三码开始 鲍尔承诺要抗通膨 所以昨天在美联储决议之后 美股形成了一个反弹上涨的走势 但是欧洲的央行也忧虑呢 债务危机的债企 所以紧急出手要来救股债 所以昨天的欧洲股市也全面的收红上涨 那鲍尔特别说了 说了什么 惠后声明特别说 升息三码它不是非常的状态 也就是呢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市场的信心大增 所以美股全面的收口 那你会问 那为什么台股呢 只有上半场的好戏 下半场形成的压回来呢 好 首先1.0先来告诉大家 我在盘前响先报里面 我特别说到一个点位 这个点位我们所有领灵家族家人都知道 这个点位叫做16175 也就是说今天大盘在反弹上攻的过程当中 会先挑战6月13号的黑黑中值16175之上 所以今天开盘是大涨直接攻过16175 但是攻过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个呢上涨无量 形成了量价背离的压回来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我们所有的领家族家人 你如何在开盘之前 事先的掌握住盘面的脉动 我们的盘前抢先报都能够及时的掌握 那今天也是台积电除息的日子 我的盘前抢先报里面 也事先的公开告诉我们所有领灵家族家人 我说台积电今天填息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台积电一开盘没多久就填息了 但是呢只走了上半场的好戏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呢整个大盘拖累指数的 除了航运 那很多人呢手头上可能有货柜三雄 今天货柜三雄的长龙2603 形成了一个压回来 而这里到底形成了坐头的疑虑了吗 1.0告诉大家是的 但是呢1.0在5月中旬 我在举办我的乱世买点实在营的时候 我也特别来告诉我们所有的领灵家族家人 我说航运个股头肩顶形成 头肩顶形成 反弹上来要站在呢换股减码的一个卖方 然而在今天的行情当中 你必须要先看得懂行情 你才能够做得对动作 所以如果你现阶段还没有办法去了解到盘面的卖动 1.0的盘前抢先报 那都在一点的Lite 8当中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点选Lite 8的首页 可以让大家在开盘之前 先知先觉低手 掌握住盘前的先机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在目前现阶段行情里面 因为量不够的情况之下 1.0再度跟大家说了 今年的行情 跟去年的行情百花齐放是不一样的 那有人会问为什么今年的行情跟去年的行情差这么多 原因是出现在量 去年呢最高呢能够来到五六千亿的成交量 而你可以发现到目前大盘的成交量 大约都是在2000左右 2000 2200 2300就差不多了不起了 所以呢在量不够的情况之下 绝对不可能带动所有的股票百花齐放 所以有些股票反弹上来你要先站在卖方 有些股票拉回来是你的机会 所以在轮动快速的过程当中 你如何掌握到盘面的资金效益 如何让自己的一套资金做最有效的运用 那1.0也说过 如何利用一套资金的钱 透过每一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就可以让你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那1.0说过 只要你是小资族 上班族 退休族 大老板的投资朋友 你如何呢 利用盘面的轮动 去掌握到每一日标股 只做最强 不做次强 而且玲瓏123操盘法里面 如何独家大公开 盘前先机 盘后独家 所以每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如何取得 如何掌握 如何卡位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然而1.0要特别告诉大家 在大家呢 特别争论 到底是F1低声两码三码的时候 其实股票市场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早就提前反映出来了 因为F1低声三码之够 形成了美股的上涨 但是呢 因为大盘在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走了上半场的好戏 下半场形成了一个冲高回落 但是1.0认为 这个回是酝酿好股票低阶的机会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什么样子的个股 在没有量的环境底下 它能够涨 那1.0给大家一些呢 6月份赚钱的方向 第一个是生计股 尤其是在明季一大涨创高之够 一定要把握住 接下来7月28 29 30 31 有一个亚洲生计的大战 有一些股票 尤其是生计制药的个股 营收好产业前景向上 拉回来你就要早买点 而现阶段呢 在量不够的情况之下 大家要知道 当冲隔日冲天天冲的人非常多 就像华福新胜利 为什么今天冲高回落 那冲高回落之够 你该怎么去做应对 那如果你是在今天 华福开高的过程去追高 你该怎么去看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华福 从今天华福的一个走势 很明显的发现到 今天冲高之够 马上随即 有一个获利调节的卖压出现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 在冲高的过程里面 当冲隔日冲天天冲的人很多 所以1.0特别提醒 尤其目前大盘在没有量的前提底下 如果你想要买 你也不要追在创高的位置 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做低阶 那如果你是持有华福的人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你是低位有买的人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今天华福爆下近期的大量 大量的低点有手 也是接下来多方续航的重要关键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目前很多的个股形成冲高回落的同时 你到底是应该要站在卖方 还是站在押回的买方 这个很重要喔 因为选对股票你有钱赚 选错股票你的钱是会被别人赚的 那首先呢1.0先来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针对于今天的行情 最于盘面的掌握 因为我在开盘之前 我就已经说过 今天的关键点位在16175 所以今天开盘随即点到这个位置之后 形成了一个无量之够的拉回来 但是拉回来的过程 我们也发现到 目前下跌加速是大于上涨加速的 而且货柜三雄的卖压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我先来跟大家讲你必须要去检视 你手中的股票是属于底部形态的 还是属于头部形态的 因为底部形态跟头部形态 他们的走势会走两样型 你可以发现到在大盘没有量的架构之下 那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为什么说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因为当你选到底部形态的个股 它就是会金金涨往上走 像今天的梗鼎还往上冲 那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选到了 南电 星星 金像电这种标的 或者是属于一个紧缩的这种ABF载版的 他们就是头部形态成型 那股价就一再的破低 甚至像是货柜三雄 已经形成了头部的形态 所以1.0需要跟大家说的是 第一个你要去检视你的股票 在检视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一些盲点 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没关系 1.0都在大家身边 那如果你有一些操作上面的疑虑 或者是一些换股上面的考量 都欢迎大家加入一点的Lite 8 那我的Lite 8很简单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那今天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货柜三雄好了 因为可能呢现阶段呢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对于 货柜的一个航运个股呢 心存一些疑虑喔 那当然从景区的一个呢角度而言 在运驾美国政府在打压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不利于航运个股的 这是第一点 从景气面跟正侧面的角度是不利的 那再从技术面的角度呢 它是形成了一个呢 叫做头肩顶的部分 也就形成一个左肩头部右肩的一个形态 而它的颈线位置在哪 它的颈线位置在这里 这个位置在哪 这个位置在5月19号 也就是说目前有没有跌破了 5月19号的颈线位置跌破了 而且你可以发现到2603的长龙 它形成了一个呢气息的卖压 那别忘了6月底长龙要有一个呢 有一个除息的动作 所以在法人调节 尤其是投信跟外资的平等降频之下 目前的航运个股 的确是形成了一个卖压不断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有航运个股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来找1.0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还有去年涨非常非常多 而且法人一度看好的ABF载版的新星 你可以发现到破线 破线又带量 接下来会有个跌生反弹 但是跌生反弹要让你逃命 如果你手中有的人 其实这个ABF载版的新星 我们早就在高位出在相对高点 而且避开这样子的下跌的幅度 那为什么新星它会跌的这么重呢 第一个产业趋势开始出现了变化 第二个技术线形形成的头部的形态 第三个筹码面 投信跟外资不断的站在调节的卖方 所以就玲珑123的操盘法而言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都不利于多方续航的走势 星星就是往下探底 所以我才会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说 现阶段我们要选择是底部 有底部形态的你才能够赚到钱 但是我们要避开什么 我们要避开头部形态的个股 甚至如果你是积极的人 你还可以放空这种头部形态的人 来去做一个下跌的动作 但是呢一点你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我们再看到生计个股在上涨的过程 来今天有一颗闪亮的星 这颗闪亮的星呢叫做北极星 6550的北极星 那6550的北极星呢 在低档形成了一个跳空转折 而且带量来去做突破 而且外资在这里偷偷的来去做买进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政策加持的生计概念股 也是1.0事先来帮大家掌握的 今天在大盘开高走低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最闪亮的星星 那当然政策加持除了生计概念的个股之外 还有航空航探 那尤其1.0在第一时间掌握到 汉翔的第一码 1.2634的汉翔 汉翔的这档标定呢 你可以发现到 它出现了一个W底 W型底之够今天除了带量突破 但是突破不是要让空手人去追 突破之够它容易有技术性的回踩 回踩拉回量说找买点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股票的节奏你一定要掌握的好 尤其你一定要趁着今天的行情 因为今天的行情呢 很容易去检视你手头上的股票 它是不是底部的形态 还是头部的形态 那如果你真的看不懂的人 来找1.0 来加入一点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然而1.0呢先来 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目前大盘量缩的同时 我知道很多的好朋友们 只有一套的资金 那你要去想 大盘缩量 那如何让自己的一套资金 小钱变大钱 所以1.0要更特别 告诉我们所有的领龄家人 每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如果你是小资族 上班族 退休族 甚至是没有时间看盘的大老板 如何利用一套资金 让自己的小钱变大钱 所以呢我说过 每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每一支标股只做最强不做次强 零用一二三的操盘法独家大公开 盘前现机盘后独家 那每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如何提前卡位 如何预约登记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然而1.0呢 特别要跟大家讲生计 在目前大盘没有亮的过程当中 什么样子的族群 它会形成亮点 我在昨天呢 这不是新闻里面的 我也特别特别事先的告知 有一个它叫做族群的效应 在昨天呢 大盘涨势的过程 拉回的过程当中 那大盘昨天是跌的嘛 今天大盘是开高走低嘛 但是生计个股还是资金的焦点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 接下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0掌握未来 所以7月28号到7月31号 有一个亚洲生计的大战 那你要知道 生计族群 尤其是生计制药 有没有产业往上的利多 有的 因为我帮大家调查过 生计的产业有2兆美元的资金 但是2兆美元当中 1.2兆属于一个新药制药的部分的商机 大概占了六成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药华药 这一波的明基医 这一波的美食 这一波的北极星 甚至这一波的宝瑞 甚至泰福KY也是做新药研发的 1.0能够事先掌握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有些专利到齐的 它会衍生出很多专利开发的机会 这个对于生计的商机 也有很大的注意 那再来生计个股 它是一个政策加持股 别忘了 不只是美国会有一个其中选举 我们在今年11月份 我们台湾也有九合一的大选 所以生计的方向是1.0早就掌握的部分 所以再生医疗三法的修正法案 它也会政策加持生计的制药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药华药 药华药今天是再创新高 创新高代表什么 创新高代表这一波药华药 1.0的产业趋势是掌握在前的 那我们来再看明基医 明基医它是属于一个明基友达集团 它也是集团加持 而且它是要做长期照顾 在人口老化或者是 现代文明病不断产生的过程 还有新型冠状病毒在变种的过程当中 这个对于生计的商机它会有所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像是今天的明基医 为什么能够形成的一个跳空走掌 而在跳空走掌之后 我们可以去抓到底部起涨的机会 像是什么 像是6550的北极星 在低档形成了下降压力线的突破 而且形成了一个带量转折的一个位阶 甚至像是4911的德英 这支股票1.0也是掌握住转折的一个契机 甚至像是泰福KY 它也是做新药研发的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1.0的李宁家族家人都能够提前掌握 除了大概半年的一个大底 形成了右肩的带量突破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的一件事情 像是宝瑞也是在做新药研发的 那在这里也形成了一个什么 也形成了一个点火的一个转强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在3月28号的时候 我第一次上这不是新闻的时候 我就公开分享生计的股票 而生计股票当中1.0看好的其中一支 除了明记一还有美食 当时够美食我讲完之后美食往上涨 那你可以发现到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非常非常的可爱 对1.0真的是非常的爱护跟支持 当时有1.0在上这不是新闻的时候 有好多好多的李宁家族的好朋友 都呢帮1.0来去做截图说 哇1.0你是第一个上这不是新闻的 女分析师 那1.0感谢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家人 抱持着友善真诚正能量的心 所以这也是1.0呢在这个股票市场 奋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那当然在3月28号的时候 能够1.0事先来去掌握到 美食第一时间的好买点 甚至呢还有人呢在1.0的Light 8里面呢 特别跟1.0分享到 他说呢我跟呢女神张勋令长得有点像 那当然1.0谢谢大家的赞美 女神张勋令因为投资了要花药之后 大赚5000万 所以我们要跟什么 我们要跟呢生计女神张勋令 也要多多学习一下 才能够掌握到这一波生计商机的钱 甚至呢像是在4月27号的时候 1.0在这不是新闻里面 我事先公开的掌握到 明记一第一时间的好买点 今天明记一是大涨再创新高 甚至像是宝瑞 我们如何提前的来去做掌握 甚至像是德一 我们如何掌握到呢 第一时间的一个呢好家机 那一样的在大盘缩量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想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能够涨 但是呢我们要把握住 能够赚钱的机会 那很多人都告诉1.0说 1.0去年我怎么买怎么赚 但是我今年怎么买怎么套 那就代表你的方法可能需要调整 那1.0呢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 每一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无论你是上班族 你是呢小资族 你是退休族 甚至你是大老板 你没有时间看盘 你如何透过你一套的资金 让你的有限的资金来去做放大 所以我才会说 每一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听好如何提签卡位如何预约登记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记得好好的来去做把握 那当然呢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完生计概念之外呢 来我今天在开盘之前 尤其我的盘前想先报 我特别针对于车用电子 电动车以及呢 车用概念的个股来去做一个掌握 尤其在美国车险要回归使用的同时 AM的族群也就是汽车领主舰的族群 它会有望受贿 这也为什么今天来我们可以发现到今天1524的耿鼎 它能够形成的一个多方点火的态势 但是呢今天的耿鼎比较可惜 盘中一度的去挑战五日均线上方 但是呢最后形成的冲高回落 但是呢这一档标的呢 1.0呢是在第一时间来帮大家来去做掌握的 所以呢当你掌握到第一时间的好买点 你就能够掌握到呢大赚的机会 甚至呢它是地宝 地宝是属于一个MIH的概念 它也是电动车 汽车 领主舰的一个族群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一个股价表现呢 它形成一个什么 它形成了一个震荡轴涨的力道 而且呢在月线支撑游手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拉回来找低接的机会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的一件事情 像是育龙 它有资产跟汽车的一个题材 那股价也形成了一个金金杂看回不轨 而且外资的持股成本 持续的在扩大 甚至三阳它有布局铝电池 而且砸了30亿去投资 雅福的这一家公司 那可以发现到 股价形成了一个呢 N字形的突破 那N字形的突破 拉回来要找买点 甚至呢像是明基材 那它今天呢 它是属于一个N字形的一个突破 8215的一个明基材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呢 在今天当冲隔日冲 天天冲的人很多的情况之下 留了一个上雨线 但是1.0认为 来到季县的位置拉回缩量 要找机会来去做布局 甚至像是东洋跟车王店 也都是汽车零组件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东洋的这一档标的呢 它也算是汽车零组件的概念 今天形成了一个爆量 爆量大量的一个低点有手 它形成了一个多方续航的力道 甚至1533的车王店 它也形成了一个多方力道的点火 上涨有量拉回缩量 所以像这种汽车相关的概念股 如何把握住最好的趋势 像是呢集团加持的概念 2328的广宇是做车用限速的 我们来看一下 车用限速的广宇呢 今天有点可惜 遇到了前高之后形成了压回来 压回来要注意 拉回来均线支撑的低阶机会 甚至5243的乙胜 来5243的乙胜 在这里呢形成了一个量缩 那接下来等东风来 这档股票还会再上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其实呢除了生计之外 汽车车用电子 也就是电动车相关的概念股 也是我们接下来 拉回来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你是我们的 林家族的家人 第一个 我会帮你来去做一个 持股太弱流强的动作 那例如呢我们高雄的丁先生 我们高雄的丁先生非常可爱 每一次呢在一点人的节目里面呢 都可以听到高雄的丁先生嘛 那因为他算是呢一点的铁杆粉丝 那我感谢他对一点人的信任 也感谢他对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 因为我说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接受自己的股票来去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呢 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哦 那一般人呢都会套在好股票身上 但是因为你的点位买的不对 卖点出现了你却不知道如何逃 就像这一波的货柜三雄也好 或者是ABF载版也好 很多人套在这里 但是1.0建议他们换股 不见得他们能够换 所以呢要不要换股能不能换股 还是取决在你们自己主观的认定 但是高雄的丁先生 他听了一点人的专业的建议 他把他手中的弱势股红准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避开两成的下跌幅度 但是转换到什么 转换到现在还在涨的梗顶 梗顶的部分呢是大赚了4成以上 那听好 这个换股的小动作你不要小看他 因为这样子的换股小动作 却是一个赚钱的大关键 那你去想想看 很多人为什么到现阶段 现阶段已经一整年都过去了 一半都过去了 一半过去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还在等解套 还在等解套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的钱卡在弱势的股票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把资金集中在能够会涨的股票 就像高雄丁先生一样 把他的弱势股卖掉 而且少赔了68万 但是买进本坡最强势的车用电子股的 林桑股的梗顶 大赚了131万 一来一回 差了将近快200万的价差空间 那我想问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赚钱获利呢 所以1.0也说过 我是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身的 我也是全市场唯一一个取得 中国证件期货 黄金三个证照的女超盘手 而且我说过 我有一套赚钱的方法 我这一套赚钱的方法 我们兼具的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 帮我们的家人 掌握到这一波的生技股的 耿鼎 东洋 甚至车王店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如果这一波你还没赚到钱的人 1.0的YouTube频道 那都每一天陪伴着你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谢谢我们所有林林家族的家人 对1.0的信任 那然而1.0要分享给你 如果透过每一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无论你是小资族 上班族 退休族 或者是大老板 透过每一天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那如何提前卡位 如何预约登记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记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然而今天时间有限 那1.0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其实接下来 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网通的这一块 那网通这一块的部分 也要去注意到低轨卫星 那低轨卫星呢 1.0除了看好智邦 甚至智义之外呢 深达科做低轨卫星天线的深达科 我们如何大赚最好赚的一段 我们光4天的交易日 大赚了15%以上 那我想问的是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赚钱操作策略 所以像是低轨卫星的个股 1.0会拉回来来找买点 像是很多的标的 像是全有做电脑周边的 像是金桥做Type-C的 那有一支股票我认为呢 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缩量拉回它是机会 这是什么 这一支叫做夹击 夹击如果缩量之够 遇到了前波支撑有手 拉回来要找买点来去做布局 甚至一点 你要特别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目前大盘开高走低 缩量的过程 如何让自己的有限的资金放大 只要透过每一天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无论你是小资族上班族退休族 或者是大老板 每天只要一杯咖啡钱 让你一次拥有独家标股的五大秘籍 如何提前卡位如何预约登记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最后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操作顺利占大钱 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